比古拉斯凯奇是美国著名演员,他曾斩获过各大奖项最佳男主角,因色气的外表精湛的演技,被受观众喜爱。 3月26日,他在社交平台宣布了和化妆室女友Erika Clark结婚的喜讯,消息传来引不数人祝福不已,然而,这场婚姻仅仅连持了4天就宣告了破裂。 3月29日早上,尼古拉斯凯奇向法院提起撤出婚约的请求,他并没有向法院公布离婚原因,只是提出了被除婚约。 根据法庭记录显示,他想要离婚还要再被一番周折,因为这是他单方面的诉求。 Erika Clark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被离婚,并没有收到任何文件。 尼古拉斯凯奇,在和Erika Clark结婚前曾有三次婚姻经历。 1995年,尼古拉斯凯奇与电影导演和演员苏珊娜·阿奎特相恋,两人有6年的婚姻生活,于2001年离婚。 2002年,他与猫王的女儿丽莎玛丽结婚,两人的婚姻仅为14个月。 2004年7月,他迎娶了年仅20岁的韩戏女士因生爱丽丝金姆金融金,而人于2016年离婚。 尼古拉斯凯奇,和前期金融金,且女友Christian Fulton分别日有一子。 据悉,他和Erika Clark去年坠入爱河,于23日在拉斯维加斯申请了结婚证书。 本以为他终于找到了最终归宿,然而令人意想得不到的是,这场婚姻持续时间这么短。 他离婚的消息传来,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。 许多营迷对此都表示惊讶不已。 因为这段婚姻没迟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,还有网友调侃他,是不是喝酒去注册的,吃隔四天才行酒。 虽然不知道他离婚原因是什么,但是既然他做出这个决定,我们也只好尊重他的想法。 希望他下次对待婚也能够慎重一点,不要再出现乌龙婚姻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